中国的反恐法案引起西方国家的关切,担心中国当局会要求企业在他们的产品中留后门,或者向中国当局提交诸如加密密室等敏感信息。 美国国务院本星期对中国反恐法表达了严重的关切,强调该法对打击恐怖威胁必大于力。 不过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,他注意到美国的表态,并对此表示不满。 指出,恐怖分子用网络从事恐怖活动,中国需要制定法律应对恐怖威胁。 这一规定不会限制企业的合法经营活动,也不存在留后门,不会侵犯企业知识产权或者公民网络言论自由。 洪磊呼吁,美国方面尊重中国的立法活动,不要搞双重标准。 华盛顿的官员坚持认为,中国的反恐法和新起草的银行和保险规定, 以及一连串的反垄断调查对外国公司构成不公平的监管压力。 美国还表示,新的反恐法可能会限制言论和接受自由。 VOA卫视新闻报道。 VOA卫视新闻报道。